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作品題目為 藉由體感 控制四軸飛行器 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我要用體感來控制飛行器 目前市面上最普遍也是最便宜的方式就是用手機下載 App之後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虛擬的手把 然後 將無人機 即時的影像回傳到手機的螢幕然後用這樣子來做控制 在使用上我覺得這對於一個出缺者來講其實是蠻不友善的 我舉個例子好 當我要控制飛行器往前背時我會不知道是要 將左邊的 控制手把往上推還是右邊的控制手把往上推 再加上手機的螢幕其實是非常小的 然後如果我想要用搭點的螢幕的話就可能會需要用到頭戴式顯示器 目前來講它的價格其實是算蠻難貴的 然後再加上使用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才想說有沒有可能使用別種 方式來達到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我這邊介紹一下我的飛行器部分 我這邊使用的是大江的Terror 我之所以使用它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便宜 一台才兩千多塊而已 然後再加上 它有官方提供的完整的 開發者套件 然後寫為Python版本 我只要用它提供的API就可以做到 無人機全面的控制 然後至於我的人體 偵測部分 我是使用Google的開源軟體 MediaPipe 因為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追蹤並預測人體的知識 以我的作品來講 我會需要用到臉部跟手部的控制 然後 MediaPipe在於 對於手部偵測部分 它會產生21個標記點 然後臉部的話 它會產生468個標記點 然後它這每一個標記點 其實都是一個三維的 坐標資料 然後我在利用這些資料來作為我 判斷 下達無人機飛行指令的依據 然後我現在介紹一下我人機界面的系統架構和流程 我先介紹一下控制流程好了 這邊一開始是控制者會坐在電腦前 然後螢幕上它會有一個 攝影機 然後拍攝我 操控者的 動作量 然後 它的動作就會產生 標記點 然後我再將這些標記點 電話為指令傳給無人機 然後無人機它會將 它拍到的即時影像 再回傳給 我的人機界面 然後 我的人機界面再 回饋給操控者 然後 這樣子形成一個 控制回圈 然後我的 系統 流程部分呢 我這邊主要分為 四個模組 主要 有手部 偵測模組 臉部偵測模組 飛行器控制模組 還有 UI UI模組 UI互動模組 其中一開始的手部跟點部偵測模組 它的程式邏輯其實是差不多的 它將我 攝影機回傳的影像 然後 對標記點做一個降維動作 我這邊的降維主要是因為它 回傳的每個標記點都是一個 三 三 三位的 空間向量 空間坐標 然後其中 深度的 坐標 資料我是不需要 所以我會把它給捨棄掉 所以做一個降維動作 然後我再利用另外兩維的特徵 然後來做一個特徵的提舉 然後去判斷說 再將這些資料回傳給 飛行器控制模組 然後我這邊再去做一個判斷說它是起飛還是 上升下降之類的動作 然後 然後 再將它的指令傳給飛行器 然後此時飛行器接受到指令 就會去執行 然後並將 它拍到的即時影像回傳給UI互動模組 然後我這UI互動模組再呈現給使用者 然後做一個 完整的控制 就是這樣 好我這邊直接先介紹一下我的 UI介面 這邊用影片來說明 比較清楚 各位看到它中間這個白色倒梯其實就是我去示意我的 飛行器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像我現在頭 我往左邊的往左擺的時候 它這邊會產生一個綠色三角形 然後就會控制我的無人機往左偏移 然後我偏移的幅度越大的話三角形也會越大 然後代表下達指令強度也會越強 然後像是現在是我抬頭的時候它就會往上背 然後低頭就會往下背 然後轉頭的時候它就 無人機就會 回轉 然後也是一樣會有左右回轉動作 然後接下來是我控制起飛的動作 當我手指移上去兩秒鐘之後它就會無人機就會起飛了 然後現在這個動作是控制油門的動作 當我 大拇指跟食指的距離越長的時候代表我油門吹得越猛 然後飛行器飛行速度就越快 好現在是做個降落 好這就是我的控制 控制流程 好我現在展示一下我實際飛行的結果 我這邊其實是 因為我這是一篇論文然後我為了要去 驗證我的 飛行體驗是較好的我這邊其實有設計一個飛行的任務然後去做 使用者測試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我這邊直接就先展示一下我飛行的 好各位可以看到我現在把手指移到起飛的 然後飛行器就起飛了 然後我現在目的我是要控制它飛出我這間室內的窗戶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我前面有個窗戶 我現在控制它 它往前飛 OK 好我現在讓它往左偏移 往右偏移 往右偏移 我這邊控制的比較慢因為我怕就是會失敗所以 想說 就先慢慢的控制 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調整 調整要飛出去這窗戶的 角度 那我可以看到我的 人機界面上面 左上邊會有電池的殘量 還有日飛行的高度 日飛行的距離 我這段影片就只是在我 辦公室外面的草地飛行一圈而已 然後做一個飛行的展示 好我現在要準備飛回去了 然後也是一樣要從我這個窗戶飛進去 因為我後來測試的結果 其實用體感它是可以做到很細微的控制 因為像我的飛行任務中 甚至它可以通過一個寬度只有40公分的障礙物 用體感也是一樣可以做到很精準的控制 我現在做一個降落的動作 它就直接降落在我手上 好這就是我實際飛行的結果 然後接下來其他都是一些 因為這是我的論文 然後我會做一些測試的報告 不過這對於我們這次經濟上可能比較不需要 這部分我就先跳過 好以上就是我的簡報 謝謝各位